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最新娱乐资讯平台香蕉不纳纳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香香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反正先锋寺被观众誉为案情一目了然 感情扑朔迷离 实在恰如其分 相信编剧还是比较年轻 或者成熟剧本还不是很多 或者更擅长写言情剧 所以这部行政嫌疑剧 我们越看越出戏 如果没有案情的话 作为一部中老年夕阳红黄昏恋 还是可以一看的哟 剧中少年轻的举个角色 比如朱成丽 张希文和汤洛文 也已年过三十 朱成丽和汤洛文三十出头 明明90后的张希文 长得70后的脸 饰演朱成丽失重23年的姐姐 可明明朱成丽年龄更大一些 跟张希文相反 与朱成丽CP的是郑俊宏 长得一张娃娃脸 看不出已是37岁的男人了 跟汤洛文CP的男一号 黄昊然更是快要四五十岁 身材保持得不错 播出到第十五六题 这回再没有傻眼 跟香香降桌 汤洛文是黄昊然他妹了吧 就说嘛 听香香的 没错 海俊杰和李施华CP 感觉还可以 只是海俊杰长得比较娇小 在他年轻的时候 演《见证实录》里一位模特 香香就在怀疑 有这么矮的模特吗 印象中的男模 不都是一般五以上的傻大哥吗 勉强认为他是平面模特就好了 海俊杰长相比较年轻 年轻几年的谭俊宏 也算看得过去 比他演古装戏感觉好些 表情自然些 接下去要说的就是这几位黄昏恋代言人了 陈伟 郑芷成 与康华 因为读者和观众都表示 完全记不住主角的名字 所以香香也直接启用演员真名了 不要对号入座哦 陈伟和郑芷成本是一对相爱 并同居多年的恋人 虽然老大不小 但仍然没有结婚领证 恩对 不受法力保护 陈伟的闺蜜康华 比较小女人心性 与陈伟属于物补型闺蜜 一个强势自负 追求完美 对欲信给予的好 只能做到心里有数 并不会趋真迎合 一个卑微简单 没有理想 如果说有 就是嫁给个爱自己的好男人 所以当他生病 郑芷成给予一些温暖 他就当成是爱 就飞蛾扑火般一头栽了进去 本来是很厌恶小三这种角色 无论人家有没有结婚 介入者都是让人忽反接受的 可是看到这三个人 却感觉陈伟是自找 康华很可怜 郑芷成情不自尽 还有点无辜 香香的三观是不是要碎 陈伟太过自我良好 太有优越感的样子 让人喜欢不起来 高傲不可一世的他 犯了两个错误 已使他太伤爱他的男人的自尊 他恩赐向他求婚 他都婉言拒绝 不知道在等什么 快五十岁的人了 在一起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是有童年阴影 是有心理障碍 还是在等自己变得更完美 或者再考验男友 考验到最后 称全给闺蜜咯 陈伟的第二个错误 应该是他太轻视自己的闺蜜 他总是带着她 做这做那 教她应该怎么做 康华也是随叫随到 听之认之 可是陈伟忽略了康华 也是个有魅力的女人 而且很需要爱 他绝不比她差 只是有点笨而已 而在感情这一关 输的却是强势的那一个 记得李诗华和郑熙怡 曾劝陈伟给郑志诚一个机会 人家也很优秀 也很抢手的 可是陈伟呢 探幕有人说 伟哥心太大了 把自己的闺蜜推了出去 跟男朋友一起参加什么晚宴 其实不是他心大 只是他太过自信 这位自信姐认为 自己的魅力大过于闺蜜 男友不会爱上闺蜜的 这个跟信任的关系不太大 最让香香认定陈伟太多的 那场求婚戏 郑志诚那么有诚意的布置鲜花满地 单膝跪地奉上赚戒 他却微笑着拒绝 从台词可以看出 这已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 可想而知 一个男人那般用苦良心 得到的却是几次三番的拒绝 有多失望 还是很喜欢黄昏恋三人姐的演技的 郑志诚一个眼神 暴露了那个晚宴之后发生了什么 陈伟推康华陪他参加晚宴后的那一夜 郑志诚和康华绝不是相敬如宾的 参加完就各为各自家了 成年人你懂的 男友出轨闺蜜 这种事正常人都难以接受 相信当陈伟得知他最亲近的两个人 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 一定是自尊心稀碎 他爱的不是他 也不是闺蜜 而是他自己 香香非但不觉得他是受害者 反而是有点暗自窃喜呢 完了这三宫要碎 要碎啊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此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请点击右下角关注订阅哦 也欢迎大家留言